小時候體肉都病,兩三天一感冒,過了化燒,幾乎沒有特別健康的時候,後來小時候我爸說要把我帶去的移民,然後我就開始接觸武術,一些體育鍛鍊,然後慢慢慢慢身體狀況就變得好,好,好。 王振威每個星期練習五天,上週上課,下週練舞,雖然他覺得練舞好艱苦,但是練完之後技術才高就帶給他有溫足感,曾經獲得中國青少年舞上錶賽,簽訊和穿術冠軍的他,想順學舞和上學相互相成。 一般訓練的時候要就是精神相當激動,不激動就什麼,因為受傷什麼的,所以就平常跟學習是一樣的。